我叫李艾佳 我今年57岁 你带着孙子跳得特别好 有一个孙女 孙女 对对对 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这是我的三胞胎孩子 是您自己的孩子 当然 孩子三胞胎刚刚过了七岁的生日 而且是跟我一天生的 你用五十岁生了三胞胎 对 他们七个月零五天出生的 还有点着惨 在我那会儿七个月零五天 我坚持不了了 后来医生说没办法 然后说可能就一个能活 两个活不了 然后为了抢救我 谁是老大 老二 老三 大家好 我叫苏玉轩 选民叫大宝 大宝 毛豆 大宝 二宝 毛豆 对 我和我婆婆才差三岁 就是啊 所以说这个在两个家当中 这个绝对是有强大的爱情支撑 才能找到今天 是特别让人羡慕 而且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 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 在一个家庭里边 对 那你也很真的 而且我前任的老公的老婆 是我的闺蜜 你就是前任的老公 这故事还要发展啊 现在的老婆是您的闺蜜 对 然后你们处得还很浓腔 我是她的证婚人 哎呦 你这个女人 咱俩要下里好好聊聊 当然 你看她和前夫离了婚 有一个二十九岁的一个女儿 然后呢 儿子 儿子 然后她又是她前夫和她 闺蜜 太太是闺蜜 她又是正婚人 而两家和睦相处 而且他们每个星期 最少要到我们家吃一顿饭 给很多的 有成就的女士 就大龄圣女们 不要在意年龄的问题 回头看看 只要看到你所 喜欢的男性的话 把你的情感表达出去 对 即使是一无所有 只要她人好 靠谱 就行 挺好 我差二十岁 我一看 就是想象当中啊 会有点反差 没有没有 小叔很成熟 谢谢谢谢 他可能成熟于他的年龄 当时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有很多阅历 但当时小叔你二十一岁呀 大学刚毕业 理解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这样 因为刚大学毕业嘛 肯定是需要 想出去创业 然后或者自己 出去见见世面嘛 然后就 面试到他们公司 因为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呢 他也是 谈天说地的 给我们讲一些 他曾经创业的一些经历 好多人生的这种哲学 等等 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 这个 比较懵懂的一个男孩子来讲 还是比较小小崇拜的 慢慢的就有这种 事件的这种处理 但还是慢慢的就 就让你更加的去 去对这个领导啊 或者一个女儿佩服了 那就一来二往 就走到今天 就拜倒了这个 强女人的十六群下了 对对对 也完全不介意 你太太 能够对以前的家庭 家人 有这样的照顾 这个就是往往听到这种 问到这种话题的时候 我还是很纠结的 其实 因为在之前 确实是很难闯过这道关 因为 毕竟 我觉得都可以理解 这个情绪 但是你选择了这么一个女人 她就是这样的 她就是离过一次婚 她就是有 之前有孩子 那你就是爱的她 天地拥有多个 统统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怨生死 白头几人能看到 梦生呀昏昏 咫痴呀情生 俱伤终要死 留意满情 你用真心我自生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多不潇洒 走一回 不成呀乱乱 失去呀情生 君山中要死 留意满情细 留意满转 至少梦里 你用转身 我那青春 不明天 你用真心 换之下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多不潇洒 走一回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多不潇洒 走一回 它 fel 不知人世 ters 明天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